明天晚上肯定能到场里吧 确定的 没问题了 好 谢了 不用谢 怎么说 严查长 没问题 三卡车的货 明天肯定到场里 叫我说什么好 顾佳 还是您靠谱啊 总算有惊无险 那什么 有一件事 今天我要跟你承认一下错误 怎么了 就上次你问的那个 蓝色烟花的事 我 我撒谎了 事情是这样的 徐总上一回啊 带着这个悠悠啊 到场里巡视了一次 顺便呢 测试了一下蓝色烟花 之后就小规模地生产了 其实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徐总已经告诉我了 真的 那 那可太好了 因为他之前让我瞒着你 我一直心里还过一步去呢 我知道这件事 主要是徐总的问题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这批货 你一定要严格把控安全问题 千万不能处疲漏 这个你放心 吴佳 其实我心里也提心吊胆的 我一定会 仔细仔细 再仔细 那就拜托了 放心吧 我让佑送你回去 好好 我去 佑佑 你来趟我办公室 老爷 徐总 你怎么才来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才突然没灵感了 这不手机关了 找了个有灵感的地儿 去想设计稿 刚开机才看见 又赶紧赶回来了 那什么 包装纸那事 顾佑带着我们 已经解决了 那就好 辛苦了 辛苦了 全是她的功劳 佳姐 进 您找我 颜厂长的酒店 你订好了吧 订好了 你 你是悠悠 颜厂长你好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就是那个 一直跟您联系的悠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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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大姐 你送颜厂长先回去休息吧 好 好 颜厂长 您跟我来 好 那 走了啊 不是 老爷 那个 咱们 喂 顾佳 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处理完了 你老公联系上了吗 我们俩在一起呢 刚回家 好 没事 那你早点休息 拜拜 哥 有新事啊 哥 有新事啊 陈薛 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想想啊 一蓝 张晓 张晓 八十个手指数过来的 那你应该有 很多的分手经验吧 不是 你们这干吗 就是遇见那种 这种特别难缠的婚姚 应该怎么分啊 反正呢 以我过往的经验吧 这种事 就只能耗 耗到没意思了 也就凉了 你说我说得对吧 哥 但是千万不能硬坑 顶上火了 弄个两败俱上 最后惨的是孽 你 我 我 是这样吗 必须的 华珊 我有个事想问你一下 爸的事吧 是悠悠的事 是悠悠的事 悠悠 她怎么了 你是带悠悠去过湖南的工厂吗 老颜跟你说的吧 她搞错了 我上次带那个悠悠去工厂的 是一个客户 不是咱们公司那个悠悠 你的意思是她订的蓝色烟花 你还认识的事 是正好我们销毁烟花的时候 她看到了 她也说特别喜欢这些烟花 定了一年的 我觉得不挺好的吗 你又怀疑我什么 你别跟我激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这个事 我只想要你一个答案 今后也不会再问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答案 是谁 让你下决心生产的蓝色烟花 是我自己 没有人影响我 他们就会发生了 那不过 那不过 你的事 想要你 有个人 自然 你们 我 爸 还没睡呢 子言那床实在是太难睡了 脑袋定个滑梯 睡不着 找本书看吧 翻了本相册 看你也挺乐的 这子言还是像我女儿啊 可不是吗 不然能长得这么好看 这人哪 就是这么一茬一茬的 出生长大变老 我过去还是真是怕死 我怕我死了 我女儿没有了依靠 可现在我才明白 这子言才是她的真正的精神支柱 所以 女婿啊 有句话我一直没跟你说 女婿 谢谢 爸 爸 我家家的妈没的时候 那我心里真是害怕了 那时候顾家才多大呀 我怕他从那时候就认定自己这辈子命苦 可谁知道 后来遇上了你 尤其是这几年 她是打心里觉得幸福 我都看得出来 爸 我 我 打住啊 你俩大老爷们 不适合山情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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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